頭條開獎最敢講 你的新生活來講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晚安 我是林家元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的頭條開獎 今天有一個驚喜要給大家 先看一下 是 這個 來來來 好多人在問喔 我的天啊 這個啦 家元來來 我們的閱歷 這個 主播桌麗 是 都出來了 然後呢 直接翻到我跟家元這一頁 我是三月女郎 對 我們是三月的 然後看到了嗎 這個大家覺得如何 要有女教官那張 要有女教官喔 女教官喔 會啦會啦 三月是春天 是啊 我春天生的 我是春分出生的 而且這不只是玉琴姐拿的那一版 其實還有兩版 我這次拿的是另外一版 是有簽名版的 簽名版 這個是我們的 這上面是有我們自己的簽名版 這是第二版 是 那我們到時候 如果說你買這個桌麗的話 其實是我們會隨機來送啦 不見得是這一版 或者是我手上的這一版 所以是隨機的 所以兩個都要怎麼樣 就訂多一點囉 對啊 然後呢 現在其實大家可以上網路 然後呢來訂購 那這個詳細的部分 歡迎來上我們的粉絲專頁 大家可以參考 而且呢海外的朋友都在敲碗 所以很想要訂 可以囉 但只是運費要大家自付啦 歡迎大家 因為說真的 現在已經是太搶手了 好像都不夠了 我們自己也只有一本而已 可能要加印 可能要加印 還沒有 還沒有喔 那不行 慢慢會有的 公司一定要多頂 是啊 不只是訂這個啦 還有什麼訂閱中天電視 來破了233萬的訂閱戶 中天電視中天新聞也是破百萬啊 還有我們呢 頭條開獎也是啊 要繼續訂閱起來 是 像現在大家在收看的同時 不只是在我們的中天電視的主頻之外 其實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在 頭條開獎的頻道 YT頻道來收看我們的節目好嗎 那頭條開獎 我們今天一開始要先來講什麼呢 我們就要來講這個 哇 因為如果要把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比為英皇的話 那這一位她是什麼角色啊 是啊 王浩宇 是有人已經給她個答案了 是喔 是阿堅 阿堅有給她說她是 這個慈禧還有旁邊的誰呢 太監啊 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我們的王世堅議員她說 王浩宇的行為 向中國古代太監陷害中良 如果選民真的罷掉罷免她 那就是替天行道 啊 然後呢她還甚至說 我在查東廠太監長什麼樣子 我冷不防看到了太監的圖像 剛好我就拿來跟她對照 哇 啊我只能說向游新生 於是乎 既然議員講到太監的圖像 是 我們也就去找出太監的圖像 來啦 東廠太監啦 來有沒有向游新生呢 絕對有向游新生也幫我加一 我們看一下 好啦王浩宇現在被罷免 16號就即將要投票了 那麼當然這個王世堅議員 顯然對於王浩宇是非常的不滿 認為說他應該要被罷免到 這個叫做替天行道啊 來同樣是在桃園的競評怎麼看呢 我真的覺得有要沿用 剛剛我們在造劇造習慣的說 王世堅大議員真是有夠真心化大冒險 他講的書真的是真心化 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而且在同黨同治的情況之下 他也是民進黨 王浩宇現在已經加入民進黨了 那雖然是背棄的綠黨 然後離開了綠黨 雖然他一直口口聲聲說 他是被綠黨怎樣怎樣 他是被被迫離開 講好像那個不是這個非資源性離開 然後這個出了多少錢 逼得綠黨都發聲明 然後不想再理他 說以後有關於王浩宇的事情 都不想再這個回應了 你就知道說 他在我們桃園的市議會 你就要說他是孤鳥也好 在中立也是一樣 就是沒有人緣 孤鳥也有好處說 我不同流合污或是怎麼樣 但是他不是那種 他是完完全全就是 專門搞很多小動作的 爭議一大堆 光是以前你看在網路被稱為PTT佛蒂摩 你就知道 所以為什麼 這個王世堅 答應我一開始說 他會講出這樣真心話 說他像一個公公一樣 就像太監嘛 就像陷害忠良的魏忠賢嘛 就像如果蔡英文是那種古代的皇帝 就為了在這個皇帝身邊表公 然後有一些走路有風 問題是皇帝和真正的主人 就是永遠把他當成側翼 當成一條狗 完全不會理他 那王浩宇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1月16號他現在就會罷免 真的我一直開玩笑說 也不是開玩笑 這在我們桃園市中立區 幾乎成為一個藍綠共識 朝野共識 民進黨他現在無作為 其實就是在幫國民黨 所以像王世堅這樣不是少數 不是少數啊 可能還有人在拍手叫 我們桃園市有很多民進黨的議員 私底下罵得比王世堅還難聽 罵得還比他難聽 甚至之前在連署的時候都按租不少 就是王浩宇那連署書 很多你的同志在幫忙 所以我就說他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做到這樣夠人玩 因為他所有的這個言行 從他當民意代表當議員以來 還有包括他自己用他的這個事業 然後在他的這個粉絲團 用這種方式去打擊一擊 他去抽那個扯別人後腿 為什麼民進黨因為他這麼討厭他 因為他全部都吃過他的虧啊 被他罵過啊 被他羞辱過啊 被他攻擊過啊 不管是他在綠黨或者是 離開綠黨吵架了之後 然後罵這個加入民進黨 他以前也罵民進黨 罵垃圾 然後也到處這個 罵實在地上罵垃圾 到處樹敵劫仇 然後到處然後甚至也霸凌民眾 那只要跟他不爽的 他就會用狠狠 他認為網路是他最大的武器 他也曾經私下跟我們藍營議員 曾經啊 國民黨議員自己跟他很好的 好朋友跟我講 他曾經說啊 沒想到跟他最要好的 是曾經一兩個少數藍營的議員 跟他很好 一個是資深的已經沒有當選了 那一個是現在還在了 跟他感情最好的是藍營議員 跟他感情最壞的是綠營議員 然後小綠的議員跟他更是 老死不相往來更凶狠 所以你就知道說反而是綠的 視他如仇扣 他今天做到這種地步 我真的覺得天露人怨 所以我才說 面對下個禮拜的這個 那個罷免 我只擔心類似補選的狀況 擔心那個投票率 就是希望大家 踴躍出來這個投票 不管你是支持還是同意 珍惜中立區的這個罷免這一張 那接下來當然這個禮拜到下禮拜 有很多的這個 有關於罷免王后與霸王的這個宣傳活動 我也的確都在去幫助那個霸王總部 我看到那些霸王總部的志工 我心裡面也覺得很心酸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什麼資源 都是一堆上班族 完全沒有經驗 那頂多就是一個禮長 那個禮長還是王浩宇的親戚 對啊 還是王浩宇的這個親戚 然後主張罷免王浩宇 對 然後跟王浩宇 跟王浩宇變成 一開始王浩宇一直修理他 一直弄他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扯自己親戚的後腿 而且他逼到他自己父母親住了這個房子 他一開始說他那個豪宅你知道嗎 要不是我質詢 市府不會罰第二張 你看兩年內 兩年了才罰兩次 一次就是被民眾網友檢舉 因為他去檢舉人家 他去罵人家韓國瑜 他夫人這個李嘉芬那時候 那個房子還沒賣掉的時候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後來被民眾檢舉 他在中壢區新中北路1050巷 那個裡面也有一共豪宅 結果後來弄得鄰居不堪其老 大家都去那個 因為鄰居都被大家都很怕 因為他家那個就是農地違憲 違反了都市計畫 違反了那個農地農用 結果被罰了一次6萬塊 照理說被我在議會質詢 要罰第二次 而且要加倍要double變12萬 結果不是 他被罰第二次還是6萬 然後而且是一年罰一次 到現在我去年下半年質詢的時候 就只有這麼一次 兩年兩次等於一年一罰一次 如果不是因為他是桃園市議員 誰有這個本色 誰有這個本事 誰有辦法去治他 這個沒辦法 所以我才說他自己享用了 民意代表議員的特權跟光環之外 然後經常去修理王世堅 他自己也要踢到鐵盤 因為之前他罵王世堅 什麼中共同路人啊 或者是怎麼樣 那些有了沒有的 讓王世堅非常的這個火大 這個不問世問政不明就理 不分清紅照白也不查證 太多了你去隨便那個維基百科 去維基這個Google一下 王浩宇的爭議事件就知道 所以為什麼碰到下禮拜要罷王 然後這兩個禮拜他終於不敢講話 我聽到有些小道消息說 鄭文燦或者是民進黨 都叫他一直要低調 把自己隱形起來聲音起來 可是他說 他說上面指示我 什麼都不要發言 什麼都不要講 我已經忍住了 我把很多綠媒的通告都退掉了 我都不要去上了 但是你看他的本性就是這樣 不是 家裡他炮火這麼猛 王世堅議員是大炮啊 多大炮了吧 我要迅速補充一家競品 王浩宇是去年一月才加入民進黨 這個要特別深入 去年選完之後 那他就是特別 他去倒貼鄭文燦跟蔡英文 那鄭文燦就是做人 你聽說不知道是他那邊放出來的 說他的入黨推薦的人就是鄭文燦 所以後來中立人 大家桃園都說 他是鄭文燦的乾兒子 鄭文燦的乾兒子 但是我要幫鄭文燦講 市政府都否認說沒有這回事 沒有錯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消息 就是從那邊一直繞出來 不 近平這個跟我講 就是要共同幫文燦喊冤 不過就是說鄭文燦有否認 鄭文燦這種個性 就是人人好 他對他太好 他就想說 你既然有意加入民進黨 那就讓你來吧 那事實上他跟民進黨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可是阿堅有說 這個王浩宇就好像 入了民進黨是拿了一個入場券 結果拿入場券 拿民進黨當保護傘 所以呢把他罷掉是替天行道 所以我們真的很倒楣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民進黨最新的發言 民進黨說呢 絕對會保護王浩宇 他說會協助從政黨員 渡過難關 所以民進黨 你要舉名說是誰這樣 民進黨發言人 哪一位 你Google一下 你Google一下 沒有發言人 因為他名字我記不起來 發言太多了 就是民進黨發言人 民進黨會協助王浩宇 渡過難關 大家聽好囉 民進黨現在跟王浩宇 綁在一起 沒有啦 有 黃世堅就沒有綁啊 我也沒有綁啊 民進黨台灣是黨部主委 以前的議員張火爐 他也有講說 會幫助這個從政黨員 就是王浩宇 但是也希望他謹慎低調 不要再發言 但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 王浩宇能不能被罷免到這個 攸關 攸關現在很多人接下來 要罷免其他人的氣勢 絕對是 因為什麼 因為王浩宇覺得最容易被罷免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得罪所有的人 譬如說第一個 國民黨的人 他每天攻擊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人不喜歡他 然後再來民眾黨 他每天攻擊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也不喜歡他 對 然後他又攻擊時代力量 罵時代力量是垃圾 罵時代力量垃圾 然後甚至於民進黨 之前 靖民剛剛有講 他以前是綠黨 綠黨加入民進黨之前 也都是跟民進黨很不好 對 而且還有一個選舉的 選舉的時候又罵民進黨 對 選舉的時候罵民進黨 那民進黨的人會覺得說 哇賽 上次選舉的時候 你把我們罵成這樣 跟我們搶票 我們 那當然我就會想辦法 把你罵掉啊 所以沒有全黨在支持他 沒有那個在地 你自己講話都自相矛盾 我等一下Google 我就講 我是說 我覺得那個黨中央 民進黨是很矛盾 因為黨中央那個說法 我們待會兒會特別討論 因為我們不會覺得說 他好像似乎真的想要幫他 我們現在聽一下 王浩宇是不是有點錯呢 因為今天你知道嗎 桃園舉辦所謂的公辦 罷免的說明會 但是你看到這個有沒有 沒有王浩宇 因為他不敢來啊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被罷免人王浩宇先生 上台進行第二輪說明 王浩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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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三次唱明王浩宇未到 以棄權論 王浩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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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宇先生